中国生产战斗机以及大飞机的一项核心技术近期被曝光 引发了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关注 他们出具了一份报告称 美国差异于中国航空工业的飞速发展 G20、运20已开始批量生产 C929大飞机也已经生产了两架 也在加紧生产试飞取得试航证 科技日报日前披露了生产战斗机 以及各种飞机的一项核心技术航空卯钉 一般轻型飞机或者战斗机上需要10万颗左右的航空卯钉 C919、运20这样的大飞机需要100多万颗 别看这些航空卯钉小 但是制造工艺要求非常高 这些航空卯钉从第一颗到第一百万颗或是一千万颗 要求都必须是一样的 误差控制在0.05毫米以下 有些规格必须控制在0.02毫米以下的误差 工艺化批量生产 每分钟产出400颗这些锚钉 要达到这样的进度要求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中国生动的一家企业做到了 成为C919的国内独家供应商 这家企业最先引进的是德国技术 经过工艺改进 提供给C919锚钉在外部尺寸上没有丝毫插持 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标准 生产出的高精密部件 众所周知 批量生产越小的精密件难度越大 广为媒体报道的圆珠笔钢珠 高铁用的精密螺丝等等小型精密件 之前中国都需要从国外进口 现在中国成功解决了这些工艺难题 在早期 这些精密件在民用领域 还能通过进口解决需求 但是在军用领域 如西级隐身战斗机的研制 军用运输机的研制过程中 中国无法通过进口 获得这些高质量的航空锚钉 这会影响最终成品的性能 而从今年公开的G20隐身战斗机 U20运输机的一些高精照片上研判 中国制造工艺的进步让西方吃惊 小到一颗航空锚钉 大到机身表面的超材料 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制造 同时也是中国创造 中国近年出口的彩虹 翼龙系列无人机 VT斯坦克等等都体现出了 非常高的制造工艺水准 也得到了购买客户的称赞和认可 现在 这些企业的航空锚钉 不仅仅在C919和国产军用飞机上使用 据新闻报道 空客公司来中国参观考察的这家企业 并有了合作意向 或将年采购7亿颗以上 今年 由我国牵头发起了神秘的雪人计划 这是一件震撼全球的大事 终结了美国30年来的霸权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1号哨所 回复雪人 了解详情